作词 李宗盛 想买回头 身材困难 今夜会老头 永远担不来 为何难 对你吃争 想买来日君 今夜会想买来日君 我才失去你的世界 我要有什么期待 我爱你爱你爱的心无恨 我爱你爱你爱的心 我爱你爱的心无恨 我爱你爱你爱的心 五湯最溫某 謝謝 瓜哥好 張姐姐好 好 記得你們剛來的時候都是 唱台語歌的表情幾乎沒有那麼多 但最近慢慢的 每一首台語歌自己都加表情 而且能夠深入了解歌詞的意境 五湯最溫某 這歌為什麼是要對誰呼喚 對心肝 這首歌其實想要唱給爸爸聽 五湯最溫某 對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是單親家庭 對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在我國小五年級 媽媽就是突然來到學校 然後跟我說 今天開始之後我沒有爸爸了 對 我當下就覺得 是我做不好嗎 那為什麼我爸爸不要我 對 然後在那一天開始之後 就都完全沒有跟爸爸聯絡 或是見面都沒有 是在這近兩三年才有聯絡 那對 那看到他之後我發現 他瘦了 頭髮也白了 那自己看了 自己真的還滿心酸的 所以很符合那種劇情的感覺 對 特別感動 我們請到我們荒山亮老師 請做講評 剛才講到六道輪迴跟 五字爭 我還溜出心旺 對對 在高雄的時候我會體會到一件事 一個好的歌手必須要有高雄十八交 好 快到18了 等一下丁曉雯老師要講幾招 其實道理是這樣 就是說 我覺得歌手不能只有一招 就是你必須要各種各樣的 因為人是七情六欲 你面對各種不同的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不同的反應 那所以說我覺得 當你融入一件事情 一首歌的歌詞裡面 你有感而發的時候 那個每一個細節都是很自然 不做作的 嚴眉就是有做到這一點 尤其你那個低音的那種 沙沙啞啞的聲音 我覺得好好聽喔 所以我今天給你不錯的分數 謝謝老師 丁曉雯老師請 這個很多老師都有很多招 那我要往上加 要不然就是三十六劑 要不然就七十二遍了 但是呢 基本上我認為 無招甚有招 好 所有的歌都因為每一位歌手不一樣 而有不同的教法 而有不同的唱法 所以這一招最重要 就是呢 找到自己 把自己的情感唱到歌裡面去 只有這一招 這一招做到了 還有什麼難呢 嚴眉今天這個歌表現得相當好 老師個人認為 足以 威脅到我們的衛冕者 那嚴眉你真的滿奇怪的 你拿了一張黃牌耶 是呼好呼壞的喔 對啊 超緊張的 所以嚴眉 今天這個歌表現得相當不錯 但不表示你未來也都會這樣 所以 我還是要給你這個期許 希望你穩定住 尤其你現在唱台語歌 哇我覺得那個 潰口真好 完全不像是以前沒有唱過台語歌 不會唱台語歌的人 今天有個地方 語氣唱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A段的 今夜的流湯 一直到那個 對你交起亂 那一整句 整個是完整的語氣 其實很多歌手在唱的時候 當作四句在唱 但事實上它是一整句 今天你做到了非常棒 今夜的流湯 You're one number one 未皇難 對你這麼近 還有下面那一句 想要來離開 那個離開後面 你有一個用氣聲的倒勾尾音 開 這是一個很高的技巧 你可能不是故意的 但是表示你有這個能力 這個技巧用得好 非常高超 好嗎 加油 謝謝老師 好 今天來看看 記上黃牌的炎梅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今天表現 特別出乎意料的炎梅 得到的分數是 70、80、90 90、91 92 92點多少 恭喜得到92分 有 有機會 今天的最高分 還沒 還有一位 李繼哲還沒有 是 但是如果李繼哲再唱贏他 那 那魏明哲回家好了嗎 那今天的門檻真的太高了 終於可以聽到 請登上魏明哲 92分 壓力很大 總是要給他壓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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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